這個就是再後來的了,三年代就算了 雖然主力艦隊的航空,用飛機為主 20年代初已經有人爭辯,主要在美國爭辯 當時美國有一個陸軍航空隊的將軍叫做米遲 因為德國戰敗,有部份戰艦保留了 就賠償給盟國來做賠償,美國就執了兩隻 究竟在密集的防空炮火,飛機是否可以炸艦戰艦呢 即是沒辦法做大型實驗,直到馬來西亞戰役這個 Pins of Wales和文維浩被日本飛機輕易炸沉 大家就知道戰艦是沒得玩的,因為戰艦收藏在後面,不敢拿出去打仗 因為那時候米遲爾,21年代沒有問准上級,就把那兩隻戰艦用來做示範 用一些轟炸機來炸沉 但是海軍的將領就很不服,就這樣拍了,又不動又沒有反抗 你說什麼都可以 這件事令他甚至要上軍事法庭受審 等了一輪冬菇 好的,我們先休息一會兒 香港人網大達地,Gigo City團購網呈現,精明網購熱買流行榜 人網大達地的優惠,真是多到我0都介紹不完 馬上又再介紹一個,今年就雙春兼潤月,還要是龍年 很多人都趕著結婚生一個龍B,出席飲宴的機會特別多 怎麼可以沒有一套飲衣旁一身呢? 第一位 Gigo City,跟人網大達地的獨家優惠 名店香港洋服,再預歸來,只要698元 就可以度身訂做,原價2000元的男女裝洋服一套 西裝外套,加裙或褲一條,連工包料,手工常盛 還有超過350款春日布料選擇 當然有一款,適合你的風格吧 話說回來,好像我也有兩封炸彈未插 讓我也趕快訂回兩套 每天買東西便宜一點,精明網購熱買流行榜 是由香港人網大達地 Gigo City團購網贊助播出 抗議,抗議,官商勇結,採取無雙成系統 取消自駕遊,加入移動戰鬥,邊行邊打怪 還富於民,玩完120款小遊戲,再派6000 要求立法,全民玩,用兵天下按捺 全民玩,用兵天下按捺 打救香港 星期一,三、五 蕭先生助陣,陪你遊走古今時時,到盡民史哲理 風雅少少,現在開始 再講講,其實另一樣詭異的事情就是 今日那個港大學生會 出八張報紙 我講了,又出了一些圖 港大學生會 港大學生會 今天,在八份報章 登了一個譴責CY的黑金政治廣告 大家都覺得,港大學生會的反應是奇快 以及奇有錢 雖然他們最後都不贊成大家支持那三個 但主力就是攻擊CY 要交代社團犯局的事 你看看圖先 這張就是 黑金 劉夢雄 對,有張丁豪,好笑 這個就是黑社會 原本就說 任達華打梁家輝 現在變成CY打劉夢雄 即是 這幅劉夢雄紋身 如果你是劉夢雄 小先生,有沒有打算打個電話給劉夢雄安慰他呢 還是再約他出來論壇跟你鬥過 看看他還敢不敢鬥呢 好像是挑戰過你 現在還未的 還未的 但他已經說了最後的立場 對,他說不出聲 最後的立場是好笑的 即是絕名書 即是那個,我記得 渠秋白有最後的 多餘的華 多餘的華 誰有最後的立場 好像是林國文 臨死那刻就寫最後的 可能以後會變成中學的課文 是啊,即是香港U 八張報紙要花多少錢 人家如果收他足價的話 嘩,如果大那些要十萬萬萬 即是七、八十萬的 是啊,但他說是申請學生會的錢 可能有人捐了錢給學生會 也不行了 那就是,anyway 即是,我們一路 即是 好,已經剪掉了 這個 還有啊 這個歸申堂 快點閃吧 這樣閃了 那就是 即是 香港U的學生會 其實很少反應這麼快 其實 是啊,是啊 即是 而且時事這麼勇 一個時事的分會 決定了 然後去問學生會申請錢 立即拍板 那就是八份報紙今天來了 八份報紙今天來了 因為香港U的學生 八成人 是相信 就是這個 梁振英 是搞別人的黑材料 那這個 特務政治 這個民調都是他們 漏夜地做出來的 全港反應最快 最適合 最奇就是以前 你炒了那個 陳一岳 因為他的六四立場也是這樣 是啊 寫了一篇什麼 黑帝君 在信報 星期六登出來的 是啊 他不是第一次的 因為他上一兩個禮拜 在三國都有一批很類似的東西 就說到他自己 是好像 拜託曾鈺誠那邊 很有趣 可能是想拍 對話頭 是否曾鈺誠那條線 指示港大學生會 其實今天大公報都說 又是引曾鈺誠的說話 就是說流產 流選不是好事 一定有一派是引曾鈺誠的旗態 是的 我們跟港大學生會講的網友說 為何不登報譴責曾蔭權呢 哈哈哈哈 好了 那就是 講完了 講雙非問題了 還不再講特首的事情 講雙非問題 人大 你說人大 三十個人大 是啊 提請釋法 那你講講這件事給大家聽 再解釋一下雙非的問題 其實《基本法》第二十四條 就講明了 只要父母是中國公民 在香港出生的小朋友 他就是可以有香港市民的身份 現在一直在爭論這條 但這條其實講得很清楚 之前也有案例 但是現在他提請人大釋法 又講回立法懸議那些 梁愛詩 大家看一下 我再解釋這個問題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梁愛詩 或者這個 胡漢青 就說 這個終審庭違法 為什麼呢 因為在九六年 九九年那一刻 人大去解釋 那個 上一次的釋法 關於那個 莊 不是莊豐原案 就是關於 吳嘉玲案 不是 那些在香港以外所生的子女 是不是有中國籍 可以來香港的問題 那一刻呢 他就拿一份所謂的立法懸議 那份立法懸議 就是九六年 那個時候 九六年那個時候 那個《基本法》 已經成立了之後 五年之後 然後作出寫出來的 那個委員會寫出來的 那個籌委會寫出來的 但是呢 是經過人大確認的 而 終審法庭 我解釋給你聽 終審法庭的判決是什麼呢 當你的立法懸議 不是立法那一刻寫 而是立法後五年寫 首先呢 這個是不成立的 在common law來講 是不是 第二呢 就是呢 釋法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 你現在呢 不是釋那一條 雖然你有這一節在那裡 是不apply的 於是 他們運用 終審庭的權力 去判出莊豐原案 所以現在呢 他們就指控 終審庭 是不違反《基本法》 是不違反《基本法》 有沒有可以這樣打回頭的啊 剛剛 剛剛 我們放了一條片 我們放了一條片給大家看 之前的有 是 剛剛教育那位 就是你是不是會委任 麻煩招勳啊 你從誰聽到我會委任任何人 我不用聽 我問你而已 我不喜歡聽的 你的意願只是確實 根據《基本法》 李柱明說的那些話 我沒有聽到 有沒有聽到 是 還有第二條片 是 一路在剪 一路在剪 我告訴大家 現在這個問題就是 第一 當香港回歸的時候 江澤民下了嚴令 兩件事 第一 所有的中央政府部門 以及各省市 是不能夠在香港做任何事情 這是第一點 一定要透過港澳辦 才能夠來香港 來香港做什麼 要經過港澳辦 批准 第二條就是 人大和政協 是不能夠對香港事務 指手劃腳 現在這些人大聯名 要求釋法 致特區政府於不顧 這個當然是完全違反原則 香港最大的問題 就是要防阻 否則一國兩制 如何能夠成立呢 是 毀滅了一國兩制的名物 是啊 如果大陸每一個省市 每一個部門 所有人大政協 都可以在香港指手劃腳的話 在香港還有什麼自治可言呢 嗯 對 因為這班人大 是很可惡的 這班人大 其實那時候 江澤民 守得這麼嚴格 算是他少做的德政 但是胡溫 後來到錦濤 控制了香港的事務 後來到錦濤放鬆了 結果中聯辦 是操控了香港 我可以告訴大家 今年九月的選舉 他們已經是有把握 絕對有50%多票 這個一方面 人家苦心經營了十幾年 一方面 你們回到泛民 是這樣的做法 結果出來的局面 就是如此 今年 就55%對45%了 大約是這樣 這是眾票的結果 還有就是 中聯辦在中間的協調 下了很多功夫 令建制派不會 盡量減少鬼打鬼的情況出現 他們是做很多統戰工作 賣很多形象好些的人 譬如謝偉俊 做很多這樣的工作 所以現在再加上 一車車 上去上面的人 到最後 絕對已經泛民 沒有六四黃金比例 你那些超級區議會 我們都這樣寫包單 建制派拿三席 泛民拿兩席 你說溝淡增加民主成份 就是廢話 第二條片可以 我們看第二條片 好 我們看一看 好 這個也是我們送給你的 這個政策江湖的派片 就是小弟送給你 多了希望 你們送給多了 這個我不收了 對不起 江湖兩個字 我從來不接觸江湖人士 希望你 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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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搞清楚 你接下來 希望在香港 你的團隊裏 都會成立文化局 請你坐 你會成立文化局 是不是 所以要成立文化局 你要了解文化多一點 刺測江湖 對不起 刺測江湖 你不能夠戴有色眼鏡去看 這麼快理解江湖人物 有人的地方 就有江湖 就叫江湖 還有江湖是講一個更加廣闊的空間 你解釋了 你解釋了 我聽到了 所以我希望你不要戴有色眼鏡 好了 我希望你收了這個 希望他 希望以後都可以在更加廣闊的空間裡 你解釋了 你知道嗎 是隔著那條手筋仔 如果認真碰到 他絕對不會碰到 他絕對不會碰到 那個女主持是什麼人 她們說很留意她 不知道 漂亮不漂亮 我沒有留意 沒有留意 你叫馬草泥去對付 你又不用馬草泥去 代著馬草泥的卡片 是 說回雙非的問題 你們要求 首先 譴責中審法庭 這是一個無法無天的行為 第二 要求 要求中審庭自我糾正 這是無法無天的行為 第二點就是 第二點就是 想跳過特區政府 向爺爺要求 這個是荒謬的 現在要制止雙非孕婦 我們都說 減低Quota 你不是做不到的事 現在證明 只要將Quota減下來 現在特區政府是不肯減 那Quota減下來的 為什麼要減到Quota減下來呢 因為 這個雙非孕婦 是Edge out了其他的醫務 因為 他擴大了那個產房的那一刻 他就會請很多醫生護士 那些醫生護士 炒高薪金 其實很多 就逼走了其他的 醫療服務 所以在這一刻 這個要求 就立即將這三萬多 吸進去兩萬 或者一萬五 就是這樣 那你就立即送回來了 而沒有這個特區政府批准 是根本不會讓你過境的 這個不需要和私家醫院商量的 而證明了 只要多放兩三百人在邊境 就可以制止那些雙非孕婦 如果我一看到你有肚 我懷疑你有肚 就立即去驗尿 這些是很快的 一有新人而來 就永遠有black list 但其實特區政府和中央 其實你覺得這兩個月 都做多了事 是減少了雙非孕婦 為什麼那些人大政協 還要逼中央政府出手呢 他們是想 增加他們的民望 又appear through民稅 其實是沒有 特區政府是沒有 積極地減少 雙非孕婦的數目 只不過是減少那些闖關的數目 這是兩件事 你明白是 好了 我們再講一些 還有最後一條片 讓我們先看一條片 很簡單地說 CY就是三不知 三不知 毀選都說不知道 任何事情都不知道不回答 但我也很欣賞你 願意出來見過我們這一番 很難考慮 但是與此同時 要在公眾面前 要在公眾面前 要為六四的死難者 還一個公道 我們 今天雖然上來茶醉 我們沒有喝過茶 我們沒有一個人喝過茶 我們沒有一個人喝過茶 因為這些茶 我們認為 我們不希望 跟你在一個 聊天交流 或者做事 我們只是想表達 民眾的一個劇烈烈的聲音 就是我們很希望 你能夠真正地面對民意 還有 我們希望 你能夠面對你自己 八九年的字 這一杯 我們是敬給死難者 八九六四的死難者 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 現在對我們最大的威脅是梁振憶 他還有可能算得到 說一些輕鬆的事情 那條女兒有C級 有沒有呢? 我都不會計 沒有看著她 對 我是看著CY CY都看著我 一開始 他黏著你那個女兒 這只是四眼仔 她和我握手都黏了我很久 你說那是女兒 不是 CY 哈哈哈哈 好了 講一些 閒一點的事情 明天大家看看蘋果 我們有消息在娛樂版出 但我不講 星期三才講 你忍了很久 忍了很久 大家證明我是忍得到的 這件事忍了很久 很震撼的 很多網友都會覺得 蛤?又被你搞定 哈哈哈哈 關於我們拍電影的消息 對呀 一些新的拍戲計劃 就是蕭先生 本來你都排了三套 是在這裡的 誰知道忽然間又殺出一套 搶雜的也有 哈哈哈哈 那就是另外幾件事 就是我講話來見我的 我們現在講的那個scheme 我們假設叫做appendix scheme 好像Donald Trump那樣 現在只有五個人寫信 我想多些人寫信 就是讓我選擇 你銷自己給我 這一個是 接著講一下少少網務 就是蕭先生的編劇班 應該加開了都爆了 第二排爆了 但是水漲船高 口才班都爆了 現在已經三十幾個學生 本來我本來打算 平時我打算教二十個左右 因為你知道每天起床講三分鐘 二十個人已經講了整個小時 剛才那條女兒 作為普通女兒就行 你說這個 或者appendix 其實我跟他們聊天 然後又放進來做節目 其實你做appendix 第一 你要銷自己給我 第一 我可以告訴你 學歷不是考慮因素 但是好學是一個考慮因素 一定有相當聰明 以及毅力才行 就是預備 最多三至五個人 現在這麼少人 就是三個 最多就是五個 就是這樣 有沒有期限呢 你知道那些人到deadline 他不寫信 這個月內 好嗎 如果留選 是不是曾育成得米呢 有可能曾育成 但是中央覺得曾育成的 共產黨味道太重 怕什麼 就是飯徐的機會 都是相當大的 所以飯徐就是在搏出位 就是這些事情 人大是騎著香港的民意 去吃了 吃硬了特區政府 一做成了慣勢 他們就可以不停地做 於是每個人都說話 那特區政府怎麼管理 就是管治 因為要怕他們再去中央告狀 就是這樣 這是非常可惡的 其實是 但是飯徐在做這個人大聯署 其實在我眼中 跟梁振英沒有很大分別 本身也差不多 都是討論二號 可能沒那麼毒 網友說 如果蕭先生 你認識唐唐那邊的人 考慮叫他派唐太出來 唐太出來 唐太出來 你不好意思對付他 把唐太出來 補回唐英聯的票 還可以吸引其他票 不如叫他小儀來 好嗎 我們這樣說 這些輕鬆一點的事情 就是有一件事 今次我看到 我想拿出來給大家看 其實我跟大家說過幾次 中國的瓷器 去到北宋的時候 才是成立的 即是成熟 所以大家看到唐 不是說之前沒有瓷器 但是掌握不到 去到北宋這個瓷器 就完全成熟了 即是技術的造藝 給年份是重要的 即不是說是越古的瓷器 不是越古的 你覺得很古的 陶器都是不值錢的 即是藝術性有多高 即是這樣 這個 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些東西懂一點也好 我也是懂一點 不過 現在有沒有那件事 有 有 好 麻煩 這一件 因為蘇富比 快要拍賣 那個瓷器 為什麼這麼珍貴呢 其實上一次有這個瓷器 拍賣 已經是二十年前 大家這個碟 這個就是瓷器 這個就是所謂的瓷器 蘇富比拍賣 這個瓷器是由折中的時候開始 到了徽中的時候 因為被金人打敗 就沒有了 前後只有二十幾年 限量生產 對 限量版 所以是這麼貴 這個瓷器 大家猜一下這個碟 這個碟是多大 這個碟大約是六寸 這麼大 六寸 只有六寸 大一個醬油碟 現在的估計價 三點水 那個女字 這個瓷器 這個 就是 估計價 八千萬 我想拍出來 就一幾兩億 嘩 這不是瓷器的精品 我告訴你 就是這樣 因為它的邊緣是黑了 如果漂亮的瓷窯 那個邊緣是不會深色的 嗯 而所謂的瓷窯無大器 就是沒有一件大的瓷窯 全世界有幾件瓷窯呢 如果可以proven的話 這個是日本仔拿來的 全世界就是大概六十五件至七十九件之間 有些在爭論是不是瓷窯 嗯 但是它呢 它是很潤窯的 有一種肉的感覺 這個瓷窯 為什麼這個瓷窯 而很快 北宋亡了角 所以瓷窯 就再沒有生產了 就是這樣 我告訴大家 因為呢 這個是宋朝瓷器的精華 還有一個說比他漂亮的 就是柴窯 柴窯是一件都找不到 現在就是 拙了種 拙了種 拙而找不到 另外呢 大家看看其他北宋瓷器的特色 我告訴大家 全部呢 邊真的有問題 為什麼呢 他們採用的是複燒法 就是把那個碗 反轉 來燒 所以壓力會壓到一些邊 比較濕 所以邊是不上油的 你明白嗎 其他的搖 然後呢 有些雙條金屬邊下去 譬如說歌窯 那就商調金屬邊下去 只有羽窯不是這樣的 大家看看真正的羽窯是怎樣的 他底下是有三個釘孔 是用三個釘 來撐起它來燒的 如果動一動就掉了 所以整件東西是可以上勢 上色 上色的 他說羽喬應該比他漂亮 很普通的 然後呢 到了元朝受回教影響 於是我們就有了青花 青花池是來自回教地方 大家看到回教地方 還有這種白底藍色的磚 初初 它是來自一種礦物質 叫cobot cobot是來自蘇門答納的 所以到了元朝開始 我們就有了青花 後來當然 中國最擅長的 就是用本地的東西來搞 於是就開始看到青花的牙齒在那邊轉 就是因為用本地元料 去到後來雲南那些地方都掘到 而青花最成熟的時期 就是這個名朝 然後到了最貴的一件事 就是康乾翁 康乾的五彩 或者鬥彩 或者粉彩 那個瓷器的技術 是去到 就是巔峰 尤其是我看到那些薄胎 真的非常漂亮 就是這樣 寫信來這裡給我就可以了 就是看有多少人寫信來給我 還有什麼說說網證 你說多兩句 網證就是星期六 我們會有一個網聚的 就是一些人網VIP 就是見員 確認你的身份 其實在打小銀那天 都很多朋友剔了紙 我們現在這個星期之內 會收回來 會再打電話給你們 因為未來我們有很多大project 好像下個月 我就會在全港的的士小巴站 希望推廣人網 無論你有智能手機 就派一些FM Transmitter給你 沒有的 我們可以燒一些CD 給人網節目給他們聽 總之務求 將人網的影響力 繼續乘性追擊 在打小銀之後 加上現在日日見報 這是很好的宣傳 今天也是香港人網 其實早朝天下的一個非常好的宣傳 就是我們會再收拾一下 收拾一些收拾 讓他們可以提供到數量 否則去到五千 現在暫時似乎還是有些問題 就是這樣 是啊 現在有問題都去到四千九了 哈哈哈哈 那就是這個 coaching是什麽 其實講你 我看你個人是怎樣的 其實你有什麽問題 可以問我 現在我和你講一些思維方法 就是你預備一個星期見我一次 吃一至晚的東西 就是這樣 嗯 那我們都要旁聽 哈哈 是啊 我正想這樣問 那是入室弟子 關門弟子 哈哈 謝嘉儀都聽說 關門 就是 就是 我真的覺得 首先 編劇就是 其實 為什麽再講這次 最後一次呢 就是真的 就是 有天分的人極少 就是我非常之失望 就是蕭帝一 就是有拍戲的興趣 以及有commercial sense 但是就是沒有編劇的天才 就是這個 哈哈哈哈 那其他事情就更難了 就是這樣 就是做節目 有些人自然有天才 就是毓敏 就是王陽達 那些是有做節目的天才 就是漫編都有做節目的天才 那些就不用我教的 就是做節目 就是多些人有天才 是 但是你說想事和做事 而且這個又有很多的智慧 就是不是有很多的智慧 我不敢說是智慧 是有很多的經驗 其實你一攤出來的事情 我就猜到 它的效果是怎樣的 這個是因為很多年的 用模擬邏輯而推敲出來的事情 就是大致是經過這樣的事情 你就加加減低 好了 我們要去孔子三分鐘 哈哈哈哈 孔子三分鐘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有瓶子遠方來不易樂乎 你說一下 你說一下 余飛 有瓶子遠方來不易樂乎 不易樂乎 不易樂乎 我所理解的 因為我看過幾種解法 有一種是比較不平常的解法 其實孔子說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詮釋整個人生經驗和背景 因為以孔子的學問修養 尤其是我很喜歡南懷錦的解法 孔子其實是一個比較沽苦的人 為學問其實是不需要太多人去認同他 以及比較孤獨孤單 於是 所以為什麼有朋友來快樂呢 如果在那個時候 通常在孔子那個時代 有朋友來探望他 未必是快樂的 因為有些朋友 對啦 沒錯啦 以前他就在那裡住幾天吃飯 因為太過緣了 對啦 即是 其實你來接濟他的 未必要快樂的 可能還要一起哭一下 感懷身世 如果真的有些朋友來探望他 要開心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 心交神交的自己 其實要去到這個位置 於是 朋友來到 接家以接袋 肯定是跟自己的學問修養 加上智趣是雙頭的 這是我的理解 我所讀回來的 其實這個理解 因為要明白 他前後是三句的 是互相有關聯 一個學而時雜之 有鵬至遠方來 而人不知而不溫 三個都是關於學 其實頭兩個都是關於學習的 所以中間那個也是關於學習的 有朋友遠方來 因為那時候的通訊是這麼差 他會帶外地的知識來給你的 其實是 因為那時候沒有網絡 就是沒有互聯網 你明白嗎 那你靠這些有知識的人 從遠方來 你才有遠方的知識 另外我就講過 我已經提過了 人生最開心的是什麼呢 他說有四樣東西 就叫做 久刊逢甘雨 你知不知道 他鄉如故之 他鄉如故之 即是遇到朋友 因為我才講 洞房花燭爺 甘榜掛名時 有人講這個不夠開心 他就補了兩個字 十年久刊逢甘雨 十年都不下雨 要全家產一落 那你多開心 哇 萬里他鄉如故之 即是去到孟加拉 遇到一個小學同學 那你多感動呢 和賞洞房 發足夜 和賞洞房 你這輩子都沒有學 這個突然有學 你多開心 那些犯了法的人的家屬 就是禁生禁榜掛名時 博士先說幾句 博士今晚走色財 那些人問 不是今晚了 正月二 明晚八點鐘至九點半 一會兒講完 共有三分鐘 我就會 有些網友要求 講笑要佛學 那方面 其實你主要的佛學 是不是來自巴里文佛學 我三套的 我是紅白教的傳承 哦,John Musk 我做研究的時候 接著有這個 林濟和曹洞宗的傳人 哦,漢宗 即是這樣 也有上座部為主 大家知道他們的上座部 其實佛祖的original teaching 就叫原始佛教 後來佛教分裂成很多個部 有大眾部 其實上座部是用來跟大眾部相對的 這些是那些先生才懂的東西 大眾部 是南傳的就是上座部 很多的 一切友宗 我看有17000個名字 這些是這樣的 不只是講空的 其實佛學是有些人專門講友的 其實佛學是 他一切友報 一切友報 一切友報 蕭瑩今天說過孔子的朋友 是很重要的 但是一身人很難有朋友 如果你在體求中置點 你知道朋友的定義是很大件事的 真的很大件事的 就是說朋友是沒有條件的 所以新人是專門的 你講的是什麼文 那些是巴里語 巴里語 懂得巴里語很少人 不過這樣 比較冷門 是啊 待會就會 駁下去就會講十人二十分鐘 我個人在佛學方面認識 就跟大家網友要聲明一下 在整個佛法 就好像一個地球的海水 我所認識的不夠一匙羹 只有半匙羹 是的 馬上池羹不得了 好的 待會大家繼續收聽 我們九點鐘就是那條全片的播放 在第二圈 明天就是我的節目 八點到九點半 之前酒色彩戲 現在繼續講佛學 幾次講得 停幾分鐘 停一分鐘 OK 《孔子三分鐘》 是由郭兆明博士贊助播出 《香港人網》 《香港人網》 敢講自豪聽 《香港人網》